双打的揭发拖球这个比较有讲究 因为跟单打的比较不一样 单打的戳球是要求你进网 然后要旋转 那双打的要求是要贴网旋转且快 就是在速度上一定要快速的过网 那如果你像单打的戳球一样 纯靠手指手腕控制球头的力量 那个球是很慢的 对方有足够的时间上来扑你 哪怕你戳滚网 你也有可能被对方扑掉 那为了说让我们的球的质量能够更好 然后那个球能够平 那我们在揭发的时候 腿部的要求比手部的要求要更高一些 我们的腿首先要保持一个微躯 随时准备启动 在已经到达那个启动点 就是说不要站得太直 然后球出来再启动 那样就慢了 一定要已经直接在启动点 球过来直接腿部发力 人冲上去直接走 然后借助肩膀和身体的力量 去借用拍面去控制球头 用身体的力量去把这个球头给带过去 而不是用手指手腕的力量 手指手腕只是起一个固定的作用 更多的力量还是靠身体和手和肩膀的力量 去把这个球给带过去 手指手腕的力量用的非常非常少 跟单打不一样 单打的戳球是手指手腕要求比较多 但是这种双打的揭发球戳球 一定要注意 肩膀和身体的重心 一定要随着那个球的出球的地方去移动 戳完这个球要注意 一定要戳完之后把你的往前死死看好 对方有可能回戳 回戳就一定要把它扑掉 戳完这个球就要告诉对方 你往前不准再打了 一定要起后场给我的搭档杀球 我们戳球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我们搭档创造进攻的机会 所以说我们戳完球一定要把往前看住 不能戳完球看着那个球 那是没有意义的 对方也可能勾里 有可能放里 但是如果你戳完这球 人跟上去 对方看到你上来了 这种压迫感 他就不敢去回放和勾球 只有老老实实的起球